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频道的话 谢谢你 也不妨订阅我这个频道 继续追踪我 原来距离我上次出片已经两三个星期 不过两三个星期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事 视频界上有什么事呢 多到我现在要找一张纸写下 才跟大家更新 例如Sony出了一部A73 还有Panasonic出了三部新机 再有GoPro出了一部便宜版的Hero 另外Apple出了一部便宜版的iPad 便宜版的iPad一向都有 不过这部便宜版的iPad 原来已经可以支持到Apple Pencil 除了视频界的新闻之外 更新一下我的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个朋友在沙田石门 开了一间学习中心 基本上是给小朋友的 有很多的兴趣班 英语班 戏剧班 不妨大家可以去以下的网站 或者在Facebook里看看他们的资料 过去两个星期 其实我都参与了一个计划 就是由冯永奇和周耀辉老师一同所创办的 Every Life is a Song 一个人一首歌的创作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现在还进行当中 在上两个星期 其实也和一班的学员 或者参与者 已经开了一个创意工作坊 这个计划究竟是做些什么的呢 其实真的一言难尽 如果有机会的 我会在这里这个频道 和大家再介绍一下 不过如果你现在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续 我在这个计划当中 所负责就是一个技术的支援 亦都是帮他们 记录下整件事发生的经过的人 参与这个计划当中 其实我会接触到很多不同 做影像或者视觉艺术的人 在交流当中 我发觉他们有些朋友 都说想做一些影像上的突破 他们亦都会探讨一下 影像方面 我究竟用什么器材去拍摄好呢 我究竟在技术上面 拍摄技术上面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呢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其实是不是真的要设定 大大部的机器 还是 现在我们其实拍片 已经有很多种方法 就不一定是说 以传统拍电影的形式 才可以拍到东西 甚至现在我们很简单 一部电话 一部电话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拍到很多东西 所以今次我想跟大家 讲一讲 iPhone拍片的贴士 第一个想分享给大家的贴士 其实看似是很简单 不过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注意到 就是镜头的清洁 因为很多时候手机 我们手一拿起来的时候 都会摸到镜头 如果我拍摄之前 确保镜头干净 这是第一部 用得手机拍片 其实对于灯光的要求 反而是多一点的 正所谓它的感觉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 在阳光充沛 或者灯光充足的环境拍摄 拍出来的质素 真的可以比美大机的 第三个想分享的贴士 就是用得手机拍片 就是胜在它有很多的Apps 我自己用开的Apps 就是一个叫做Filmic Pro的App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专业设定 可以让我在手机做到一些专业相机 或者专业摄录机才会有的功能 第四个提示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声音方面 例如我会用一个叫Rode VideoMicro的麦 它本身价钱不贵 在收音方面也做得很好 而且跟着麦就已经有一个防风罩 其实说到要用这一种麦的时候 你也要配合一个脚架 脚架最好上面也会有一个叫做Cosu 你就可以把麦放在你的手机上 好了,今集我的摄影生活update 就跟大家update到这么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再见